大家好 我是陈寗 很多朋友 都会陷入一个究竟 我现在工作的钱 赚那么少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买得了房子 一间房子两千多万 照我现在赚的方式 赚到我退休也赚不了一间房 觉得很痛苦 太担心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结婚之类的 那关于这个财富的累积 我必须说 如果真的是用这种想法来想的话 那真的可能是一辈子是 赚不到一间房子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想法会比较好呢 我常常说 很多人会说 要用这个有钱人的方式来思考 那这个我都说 那屁话 什么叫做用有钱人的方式来思考 可是 今天我就得把这句话吞回去 因为 实际上 你要做到说 可以让财富快速的累积 然后刺激自己 可以赚更多的钱 最快的方法就是 更换你的思考模式 那更换哪种思考模式 可以让变得这么神奇 可以立刻让自己赚大钱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现金流 现金流啊 是一个很神奇的词汇 如果你可以用这个现金流的方式呢 重新转换一下你的思考模式 你会发现其实世界充满的机会 我不敢保证你能够借由这个方式赚到大钱 但是呢 你会发现 累积财富这件事情呢 会变得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词 现金流 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囊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有任何问题想法 下面留言 那我们就开始了 什么是现金流呢 你在看这个企业管理书的时候 会常常看到这个词 那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说你现在手头上呢 这个现金进出 还有你手头能掌握现金的存量 当然那是一个很复杂的观念 可是呢 我们就把他简化一点 就是呢 你每个月 收入 有多少现金 你支出有多少现金 然后呢 把这些事情抓起来 我们来看 每个月 你可以经手并且存下来的现金 到底会有多少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看呢 因为呢 过往啦 大部分会觉得自己存钱很慢 就是觉得说 你看 我每个月啊 就是赚两万五啊 然后扣除这个开支啊 孝亲费啊 租金啊 直接把他扣除之后就剩下五千块 那剩下五千块 我这样存一个月就一年就是存六万块 那存个十年就是六十万 连一间房子的首付都付不了 然后你就觉得说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完全没有希望 人生前途一片黑暗 觉得真的是还是算得好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个方式 就是用这个有钱人的现金 现金流的方式来思考 那你说有钱人怎么思考的呢 其实他思考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月呢 能够开多少的元 有多少的现金到我手裡来 然后呢 只要我这个现金能够 盖过我的支出 那么我手上的这笔现金 就可以再拿去做更多的投资 然后让我下一个月的这个进来的现金 会从这样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有钱人的想法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很多有钱人他其实负债累累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呢 他借钱进来赚的钱呢 会高过他借钱进来的那个利息 就是借钱进来给你每个月要付五万的利息 可是呢 借这笔钱进来之后呢 再拿出去投资的这一个动作呢 他可以在每个月呢 多赚超过五万 比如说 他花个六千万 然后呢 每个月要缴二十万的利息 然后呢 这六千万呢 拿去买一个机台 然后这个机台进到公司之后呢 他就可以开始接案子 然后接案子呢 他生产出来 最后每个月呢 都可以赚五十万 也就是说呢 他花这个二十万利息的成本呢 就可以再多赚五十万 也就是说他可以多五十万的现金收入 所以呢 用这种方式思考呢 他的赚钱的速度就越来越快 所以人家都说呢 有钱人是用钱赚钱 那没钱的人呢 就是用身体来赚钱 这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因为呢 当你认清这件事情之后呢 你会发现 其实 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 我们换个方式说 每个月呢 就是赚两万五千块 那麽呢 你的工作时间 就是 比如说从这个早上八点 然后晚上 下午 然后五点下班 那这段时间都在工作 那剩下的时间呢 就没事干 那这段时间呢 这样子做起来 然后一个月呢 才会做二十二天 你可以赚两万五千块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思考了 这两万五千块 是你的现金收入 那这现金收入进来之后呢 你还是有一些人的基本开销嘛 要吃饭 要搭车 要租房子等等 水电什麽的 那很多人呢 他的想法是 我尽可能的缩减这些开销 这就是所谓从土裡刨石 就是说 其实你的钱就是那麽少 然后你就硬想要去压缩压缩你的支出 然后让这个钱呢 可以多存一些 可是这个方法呢 你再怎麽样存 你就算你这个月都不吃不喝 然后还露宿街头 你也就是存两万五 你的两万五永远不会变大 所以呢 那该怎麽样想呢 我们应该从用这种有钱人经营企业的方式来换个思考 就是呢 我每个月呢 赚两万五进来 然后呢 该吃饭 该住宿 该水电 那当然我们还是省一点好 因为就可以多一些 多一些资金嘛 那把这些资金扣除之后 我们剩下这些钱开始思考 这些钱呢 可以做些什麽事情 让我下个月就会从两万五的现金收入变成三万 变成三万五再变成五万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每个月呢 在那个音响店工作呢 就会有一笔固定的收入 那这固定的收入呢 扣除我的一些支出之后还有一些钱嘛 那这些钱呢 如果就把他放着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开始接案 我就想过嘛 我其实人生其实有很多都是接案 一篇文章就是三百块 那三百块呢 那感觉很多 因为写一百篇就有三万块了 可是再怎麽样就是三百块 你的人生就是三百块 你可以称为三百块歌 可是呢 那如果我想要让我的一篇文章 从三百块进步到一千块甚至到一千五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我必须要有独立的作业能力 比如说我想要去写一个报导 以前呢 没有相机就是一个小小数位相机 那拍照不合适嘛 人家光是你去印针的时候 他问你你有没有单眼 没有 两手一台没有单眼 那人家还不愿意发案给你啊 那你就始终三百块歌 可是呢 我现在说 那 我想要做一个可以独立写报导的外稿作者 然后我希望我的这个 这个钱呢 收入每一篇文章可以涨到一千块甚至一千五百块 那麽我就需要一个投资 那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怎麽办 我就分期付款买了我的人生第一台单眼相机 有一台Nikon的D810 那为什麽一开始就要买那麽好 其实我有讲过 在那个工具的那支影片有讲过 就是我认为初学者更应该用好工具 那不管怎麽说呢 我就买了 那买了呢 用分期付款分了三十期吧 因为那个时候刚有信用卡 所以 就可以在PC用法分三十期 所以呢 我那时候就算三十期十二万的东西 也就是说每个月呢 都要付四千块出去 那这四千块呢 其实稍微省吃一点就有了 可是实际上呢 我只要每个月呢 赚超过四千块 就可以 盖过那一台相机的支出 所以 我买了那台相机之后呢 我花一个礼拜的时间熟悉那台相机 然后呢 大概知道说 我去拍那个 那个 报导的时候啊 怎麽样拍会比较好呢 而我现在没有钱买闪光灯啊 是不是可以不用闪光灯呢 就可以直接拍报导 把这些事情研究好之后呢 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些 那个什麽 比如说Computex的展览的报导啦 相机展的 摄影展的报导啦 那一篇呢 就从这三百块割呢 变成一篇一千五百块 变成一千五百块割 所以你看 这个收入就涨了 从三百到一千五就涨了四倍嘛 就多了四倍出来 就涨五倍 所以 你看 这个是不是 就是把这个原本既有的钱 我不是想办法把这四千块省下来存到户头里 而是想办法把这四千块花出去 让他赚更多的钱 所以呢 你要如何可以让你的财富快速的增长 靠省钱是没有用的 很多人都说什麽小资女啦 每月存三万啦 然后结果怎麽样去买房子 那都是骗你的 每个月存三万块 一年也才存三十六万 存十年也才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当首付是不够的好吗 所以 你说这个真的说我每个月就是这些收入 要怎麽样快速成长 然后成长到一个月十五万、二十五万 然后我可以快速的 有钱可以买房子 其实基本上呢 这个现金流的概念是非常重要 你如何靠你的这个现金流入 然后再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入的机会 这个月现金流入二十二五 两万五 不是二十五万 两万五 那能怎麽样用这两万五想办法 让下个月变成三万 这样子慢慢地成长 一直成长到这些钱 对你来说呢 已经比较无感 就是你每个月 每天出门都搭计程车 你也觉得好像对自己的收入 没什麽减损的时候呢 那就表示你的 在存钱这件事情上已经不需要像以前 每个月都吃土 每个月都吃土 才存了一些钱 已经不再这样子了 你才有办法呢 再把这些钱 当一个资金 再去做更多的投资 甚至去玩那些金融的游戏 有的人 每个月省之间用去买一张股票 结果那个股票呢 你去翻车了 然后你就跟着翻车了 那这就不妥 所以呢 你如何先把你的现金呢 增长到足够的量 然后呢 才可以去投资起它的时候呢 这是会比较好选择 在之前讲这个25万收入跟3万收益的时候 其实也提过一样的观念 就是呢 你的收入再多 其实顶多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没有压力而已 但是你真的要吵说 我要买房子 我要买游艇 这他还是距离很远的 所以呢 记住一句话 现金不要让他死在户头裡 死在户头裡那是没有用的 你把这个钱呢 找一个你擅长的东西 然后投资下去 让自己的收入不断地成长 唯有让你的收入不断地成长 成长到跟那些 那些高收入的人 甚至超过他们 然后超过那些 原本就是坐拥很多资产的人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挤升这个有钱人的行列 不然呢 永远都是一个很辛苦省吃俭用的打工展 这样子呢 真的很难 买到你想要买的房子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其实呢 那关于现金流的观念呢 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讲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法 欢迎下面留言 我们之后再来讨论 那一样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让我们一起成为有钱人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